憲兵开着凯迪拉克敞篷车当前岛 引导贵宾入府 觐见总统蔡英文 能让憲兵出动溃返部队当礼宾 是要表达对宁加拉瓜三军总司令放台的尊重 熊啾啾气昂昂的憲兵 穿着制服站得直挺挺在机场外等候 但12号这张照片在机场外引来争议 有网友质疑 为什么执行前岛任务的随车人员 没有武装 没枪没弹 没刺刀 如果说只是礼宾情无性质 请问快反联存在价值是什么 虽然是个杀将 我们接待的规格也不能说人而闲之 互卫当然要有反应突发状况的能力 所以这个切不一定是背在身上让你看到 其实去年巴拉圭总统访问台湾 到台北兵馆参加鼓宴 是台北市警方开前岛车帮忙开岛 这回尼加拉瓜三军总司令来访 却是宪兵帮忙开前岛车 战时的话那当然是快速反应 质变 那当然平时他也富有离宾的情务 这些都是由单位在做任务的分配 熟悉内情的群方人士透露 在外交压力禁逼处境下 宪兵开前岛车 也是刻意要让尼加拉瓜感受尊荣感 TV北新闻 陈建民侯清理邱婉柔台北采访报导